放我大清者虽远必赔 晚清给中国的历史留下太多的屈辱 作为晚清王朝最高统治者 慈禧汇聚了后人的憎恨与唾骂 头上戴着残暴误国愚昧各种各样的帽子 加起来得有八层楼那么高 打仗时唯唯诺诺过生日重拳出击 影视剧里的慈离太后 出场不是看戏就是吃戏 谁让我这六十大寿过得不舒坦 我就让他这辈子过得不舒坦 女孩子花点钱怎么啦怎么啦 慈禧是同志地的生母 光绪地的养母 她26岁垂炼听证 相信干掉熊猫我就是国宝 发动了多次政变 并最终达到权力的最巅峰 在清朝目光中控制了中国近半个世纪 是中国历史上控制国家权力时间最长的女人 1894年甲午年 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泱泱大国 被只有4000万人口的隔壁小子给打哭了 号称亚洲第一建队的北洋水师被日本做的是落花流水 输完英迪利输法兰西 输完法兰西输日本 再这样下去 接下来没人输了 甲午战败后 李鸿章赴日启和 他是一个敢和刚果签不平等条约的狠人 这世上就没有他不敢签的条约 去日本后 他签订了中国历史上屈辱空间的马关条约 各地之大赔款之多远远超过了历次战争的总和 战败 赔款2.3亿两是赚钱临时军费150万两的 153倍 世间罕见 这个时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失望乃至绝望之中 滑下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全面殖民化的危机已经到来 这是亡天下的时刻了 这足以让这个古老国家的每一个毛孔不寒而栗 晚清的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无心早了七年 这两场发生在亚洲的改革都是在西方近代化力量的威胁之后 被迫接受近代文明以求自保的运动 但是两者在改革目标上却有着巨大的差异 那就是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还是维护清廷的封建统治 失以长计以制宜 而明治维新是一场社会矛盾爆发后对国家制度的革新 1888年北洋水师自建成就是亚洲第一 但是由于建军的目的还是封疆锁国 在清廷自认为海江可以高准无忧之后的很多年里 就不再投入海军建设 而彼时的日本准备压上全国的未来 去打比自己大几十倍提论的大清和光绪聊聊人生 甲午战败不仅打残大清 也打了整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怀疑人生 大家反思来反思去 觉得升级硬件没有问题 那肯定是软件有问题 光绪欲健康有为 那就是一个渴望改革的哲学青年 遇到了一个有些学识 但没有任何实操的成功学大师 光绪被洗脑的一塌糊涂 康有为跟着记起上头 急于求成仓促变法 起先康有为还只是提出 取消科举制新办学堂 练新兵这些 因此执行还算顺利 后面康有为有意图架空军机大臣 想搞制度局 用维新派的新衙门架空旧衙门 渐渐触碰到了满人的核心利益 康有为成立的保卫会 旗帜鲜明的喊出 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口号 就是想把所有满人 从高层权力机关全部踢出去 康有为的执行方式 严重脱离实际 各种官场老油条都已经感觉到 这是在挖满人的祖坟 康有为啊 这是在找死 但光绪这个时候 就像是被成功学大师 习惯的老板满脑子发热 日本维新变法时变法派拧成一鼓声推动变法 中国戊戌变法时 康有为得罪了所有实权派系 康有为幼稚的以为 有光确的支持就能搞定一切 为了救国 维新派甚至提出 要把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卖给列强 来换取改革资金 甚至提出中日和邦论 要邀请伊藤伯伯来当顾问 一起主持中国的变法 康有为在颐和园和荣露撞了个正着 荣露问他 祖宗救法怎么可以一下子都变了 不应该徐徐徒之吗 康有为大笑一甩 杀气腾腾的说 杀几个一二品大员 法就变了 这个大聪明 这让人笑出猪叫 就凭康有为这句话 放现在他的月薪 起码2200RNB 还得是税后 康有为让荣露起了警惕 主动劝慈禧 小心变法 已经在朝廷混的 人人厌恶的康有为 渐渐感觉到变法力不从心 他的敌人是越来越多 朋友越来越少 困境中的康有为决定 搏一把一把梭哈 要搞为原杀后 光绪是慈禧亲手带他的孩子 他登机时才三岁半 放现在幼儿园小班还没有读完 慈禧亲自照料小光绪 亲自教他十字 一字一句的给他读四书五经 而光绪也极其依赖 姨母兼养母的慈禧 他胆子小 每次听到打雷的声音 就往慈禧怀里钻 那些年母子儿的感情相当好 但是希望有多大 失望就有多大 正因为他对光绪寄予无限希望 养了二十四年的儿子 居然想杀母亲 慈禧伤心透了 皇帝与太后的感情也崩了 于是慈禧太后发动戊虚政变 光绪帝被囚 康梁逃亡海外 戊虚六君子被拉到菜市场砍了头 历时一百零三天的变法失败 真是说最狠的话跑最快的路 还是连夜战票的那种 戊虚变法只是一场闹剧 但因为维新派谭四同的慷慨父子 使戊虚变法多了几分悲壮 多了几分光彩 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中 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成为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事件 谭四同的名字几乎成了戊虚变法的代名词 谭四同拒绝出逃为变法献身 并在狱中写下我自横刀向天孝去留肝胆两坤轮 他自己的话为他的死做出了最好的权势 各国变法无不因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为有因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畅言 有之请自自同时 正是谭四同的这种殉荡精神 塑造出一个顶天令的智氏形象 因为谭四同我们看到了 有人为了理想为了祖国为了普天之下的苍僧慷慨赴死 我们才知道这是伟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中国的近代史就是无数先烈不断尝试的故事 他们不知道该干嘛只能盲目的不断试错 有的选择了器具有的选择了制度 有的选择了体制甚至还有盲目选择宗教迷信 无论市农工商以及各个不同基层团体都在使用不同方式 不同方法的寻找相同的出路 摆脱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现状 终究我们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 未曾设想的路 当我们理解了谭四同的理想追求 与无惧死亡的精神双重奏 我们才能理解一个英雄的内心 理解信仰的力量 才能理解自古以来 那么多的人人志士杀身成人的慷慨壮志 才能理解那么多革命志士飞蛾扑火的行为 五四运动学生被捕 入狱时一个个毫不畏惧 狱卒问之打约愿为谭四同 谭四同之死一直影响了后世中国人 自谭四同之后 无数青年愿为中华之变革留学新生 以谭四同为榜样 谭四同一生没见到他和梁启超追求的少年中国 但他有两个学生 一个叫杨昌记 一个叫蔡厄 杨昌记有个学生叫毛泽东 蔡厄有个学生叫朱德 少年中国最终在他们脚下实现 所谓人间正道 事沧桑 新火相传 莫过如此